下載這個範例 下載方式 記得上面有個箭頭 就這邊 點心下去 它就會當後下來了 那你再把它解壓縮 OK這邊有 然後在資料載中顯示 你可以按右鍵把它解壓縮 解出來之後呢 裡面就會有我們需要的東西 在這裡 那等一下請不會開啟那個大型式算表這個範例 我開我自己這邊好了 那裡面的話 就會需要用到 比如說將來你會有個大型式算表 那你要怎麼樣很快的向下向右 可以把一件事情 包含一個公式 可以快速的完成 是一次完成 不是分很多次 也就是說你向下向右 它一氣呵成 裡面的話呢 會牽涉到 所謂的藍跟列的鎖定 到底列 比如說各位可以看到 上方 總共會有幾個儲存格 什麼地方應該全部鎖 什麼地方應該只有鎖藍 什麼地方只有鎖列 鎖單邊喔 你不能說 因為以前 你們在做練習的時候 通常是F4 就兩個都鎖 但是兩個都鎖 會變成說 如果你向下向右 會有問題 該鎖的沒鎖 不該鎖的卻鎖住了 怎麼辦呢 不過在講這個之前 請各位 先做幾個練習 我習慣是加上那個99乘發表 這個自己打上去 好了 就在這裡 比如說99乘發表 應該各位都學過了 1到9 對不對 所以這邊都按坎充鍵 1到9 1到9 中間請各位加上什麼 等於 等於什麼 上面這個 乘上 那乘的話是必須怎麼樣 加一個x 在中間 然後再加上and 再串接什麼 這個 上面乘下面的 這邊的 列成藍就對 等於 所以and and什麼呢 and等於 所以這邊的話呢 等於什麼 等於 然後再and 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上面 乘 左邊 打勾 把它自重一下 如果今天我希望呢 向下 向右 只做一次就完成 該怎麼辦 這邊的話呢 就必須要了解 當你向下拉的時候 它會怎麼樣 會把你的列號增加 比如說 B1 就變B2 A2 就變 A3 意思類推 那 向右的話呢 B就變C C就變D 那特別注意喔 當你向下填滿的時候 有一個地方必須要固定 就是 什麼 就是 B1 對不對 那這邊都會動 但是這邊不能動 當你向這邊的話 這邊的話呢 那 這邊必須 A欄的地方不能動 那其實關鍵在什麼 第一列 就是它的標題列 A欄是標題欄 所以喔 很簡單啊 你只要有這個概念 就知道鎖哪裡 鎖對的喔 向下 向右 一起合成 OK 這裡的話 我想各位先試一下 把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用什麼呢 再複製一個 這個用那個函數 就是我們前面有用過 所謂的 叫Colon跟Rub吧 請用 那個函數 這個叫參照函數 再來複製一個 成功會有三階段 第三個請你用VBA OK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按個按鈕 自動幫我做出來 所以 在底下 等一下請各位自行產生 三個工作表 底下的工作表 自己產生的喔